这个装弓在八级弦当中叫做西立装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左脚向左侧方 跨出半部差不多与肩同宽 然后的话双手慢慢抬起来向下压的同时 全身放松 最重要的是腰部一定要填满 含胸把背 这些的话实际上如果真的放松的时候 是不用故意去做的 要让它自然的整个身体向下垮 然后的话重心在两腿之间 然后的话是一个非常松弛的状态 这样的话就会练出自己的这种平衡 平衡或者的话就是沉坠这些东西 这样的时候最重要的话就是 经常讲的沉坚坠 松垮 然后的话整个身体就感觉没有骨头 变成一团肉 整个身体都成一团肉 就炖在双脚上面 让双脚的话 呃 这个力量 还在很轻松的一个环境中 一个很轻松的状态下 就炖出了平衡以及腿上的劲动 所以说的话放松 松垮来说放松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要真正放松 这个装弓在八级弦当中叫做西立装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左脚向左侧方 跨出半部 差不多与肩同宽 然后的话双手慢慢抬起来 向下压的同时 全身放松 最重要的是腰部一定要填满 含胸把背 这些的话 实际上如果真的放松的时候 是不用故意去做的 要让它自然的整个身体向下垮 然后的话重心在两腿之间 然后的话是一个非常松弛的状态 这样的话就会练出自己的这种 平衡啊 平衡啊或者的话就是 沉住啊这些东西 站的时候最重要的话就是 嗯 经常讲的 嗯 经常讲的 沉肩坠肘 嗯 松垮 然后的话整个身体就感觉没有骨头 变成一团肉 是吧 整个身体都成一团肉 就颓在双肩上面 让双肩的话 呃 沉在这个身体 就沉在这一百 呃 一百多IB 这么一个 呃 一坨肉 这样的话就 慢慢这个腿部的 这个力量 还在很轻松的一个环境中 一个很轻松的状态下 就练出了平衡 以及腿上的劲动 所以说的话 放松 总的来说 放松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要真正放松